18日12时至7月18日24时 我是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 无症状感染者18例 全部为接受集中医学观察人员 截止7月18日24时 我是现有确诊病例30例 无症状感染者41例 随着前途期的推进 部分前期核酸检测阴性的密切接触者 在二次检测中可能呈现阳性结果 成为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截止7月19日8时 我是对现有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和居家隔离医学观察人员 已全部完成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提供